属于马云的舞曲已经暂时终止 这位最为知名的中国商界精英跌落神坛 原本正在筹备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上市计划的他 最后的结局却是支付上百亿罚金和退出公众视线 马云的故事讲述了中国互联网科技的变革力量 但同时也告诉人们谁才真正掌握的这股力量 他并不是这段故事的唯一主角 马云怎么了?中国互联网科技未来如何? 在这期DW德国之声一看你就懂节目中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们的生活正在日益数字化 而世界各地的政府也都在寻找方法 限制科技巨头对于社会和经济的控制渗透 其中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也在受到新一轮的严格审视 有意见认为 中国整顿互联网科技产业 是在加强国内控制的同时 试图赢得全球科技竞争的主导权 要分析这场权力的游戏 要从哪里开始谈起才好呢? 要不就从马云开始吧 马云爸爸的神话用了几十年才打造完成 而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几乎崩溃 而这一切也许正是中国互联网科技产业 这些年历程的写照 从飞速发展到面临日益强硬的监管和控制 1999年 一名英语教师在杭州一套四世两厅的住宅里 创立了阿里巴巴 与他共同创业的是17名朋友和学生 这群人目标远大 要定义中国未来的电子商务 在这里剧透一下 最后他们真的成功了 而这位英语教师就是马云 值得指出的是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 互联网科技产业在许多地方开始萌芽 不要忘了 eBay 亚马逊和谷歌都是在这几年时间里先后诞生的 当时在中国开始互联网创业的也绝不是只有阿里巴巴这一家 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腾讯和百度都差不多在那个时期出现 不过我们还是把话题先回到阿里巴巴 在包括高盛和软银在内的外部资本的助力之下 阿里巴巴开始不断的扩张 2003年创立了淘宝网成为中国电商的标杆 目前已经是中国最大独立第三方支付平台之一的支付宝 也在2003年上线 2007年阿里巴巴首次在香港上市 2014年又在美国上市成功 与此同时 马云旗下的这家企业集团 从最初的卖家买家的沟通平台 逐渐成长为触角几乎遍布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科技巨兽 阿里巴巴是一个草莓一领 或者是一个商业的一样 企业在阿里巴巴上会说 我能不能再生活一个日子 没有看到阿里巴巴 马云也许会觉得自己永远不会犯错 不过2020年10月24日 在许多中共高官和重量级海外投资家出席的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 他似乎犯下了一个死后被证明代价巨大的错误 中国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 因为中国金融基本上没有系统 我们必须改掉今天金融的当铺思想 要依靠信用体系的发展 今天的银行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 马云的这番指指点点当然不会让北京感到高兴 而他马上就感受到了这一点 首先是遭到了监管机构的约谈 然后就从公众事件中消失了 11月3日在惹出大祸的外滩金融峰会演讲 刚刚过去一个星期之后 阿里旗下蚂蚁金服的上市被突然叫停 有媒体报道称 蚂蚁金服暂停上市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介入的结果 听上去颇有一山不容二虎的味道 此后阿里巴巴和马云的情况没有任何好转 反垄断监管机构向阿里巴巴开出了182亿元人民币的天价罚单 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反垄断罚款 不过马云并不是国家监管机器的唯一目标 数大招锋 几乎所有的中国互联网巨头 此后都感受到了这个词的含义 虽然阿里巴巴也许是其中最为知名的例子 但其他互联网巨头也没能躲过这一轮监管风暴 有人称之为对该行业的一场大整顿 不过这一连串的动作 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治理的考量 又有多少是政治驱动呢 毫不意外的是 对于这个问题 各位专家众说纷纭 The drive to regulate tech in China is produced by the security system in China by the Communist Party state They are very very determined to control tech business and actual the functioning of tech for people and for companies in a way that is saf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state and its power so that nothing is ever challenged by the people in China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f these internet companies were not at all scrutinized in the past decade right imagine that none of these combinations were even looked at that's not something you see in the West so right now when you have basically a period of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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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x regulation and all of a sudden it is now catching up to the to the developed economies then it feels like it's a crackdown but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argument to be made again looking at the history that this really is just bring China up to an international level and I think in a way what the regulatory what the regulators want to do is to kind of bring them back formally inside their respective sectors or get them to stick to their knitting as we say in English and but at the same time you know what that involves what that entails is establishing very clearly about who's in charge and who is accountable and that the government or the party actually have the first and final words on what's permissible I believe some of these actions are actually long overdue you know for instance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complaints about the exclusionary practices in the e-commerce sector for instance JD.com which is a fierce competitive Alibaba I have made a lot of complaints about Alibaba's choose from two business practice many years ago 二选一的意思就是阿里巴巴会强迫商家 只在阿里系平台上出售产品 而不是在竞争对手那里 很显然这确实是一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做法 中国在多年的宽松管理之后 开始补强反垄断措施 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是追与中共 希望加强国家对于私营经济和社会的管控 也并不一定互相矛盾 至少人们完全有理由提出这样的质疑 中国互联网科技行业存在诸多问题 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 但北京为何偏偏选择此时出手 首先,经济全市变化了 你看到整个人的认为 政府和保持续肯定的认为 它是没有增长在全国的货币 它是在整个货币的增长 所以,订阅公司在特别的 像我说,在这些认为 在这些认为 不只是中软盈的 北京政府现在表示 如果中国的金融科技公司 开始像银行一样发放贷款 他们就应该遵守类似的规则 而蚂蚁金服可以带出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却不用像银行那样 储备大量的保证金 这是中国改变游戏规则 加强控制互联网科技行业的例证之一 而与欧盟或者美国不同的是 在中国,这一切发生的速度要快得多 公司如Google 都在英国的投资宣告上 在中国的反应 中国的反应判断法 我们曾经说过这是一场权力的游戏 数字经济意味着谁拥有数据 谁就拥有了权力 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就是在这一伺书下产生的 这部条例 只在让用户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数据 并对违反规则滥用数据的企业加以惩罚 中国的个人数据保护法也有类似的功能 但是观察家们不难发现 在中国最大的数据处理者 其实就是中国政府自己 而在数据保护方面 中国政府似乎并不像要求私营企业那样 来要求自己 这是最主义的危险 对中国国家人 或者中国人在外面 购买了中国政府 而不是公司或服务企业 而是政府自己 而这个 data protection law 在中国中国 价格不 само行 如果我跟Libaba更加上 或如果我去给予了 这是一个逐渐浮现的新问题 监管是必须的 在中国如此 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而在中国 扮演监管者的国家手握所有好牌 可以操纵牌局 并确保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出牌 目前针对中国大型互联网科技企业的大粉顿 并不仅仅是为了确保这些公司 不会去做那些政府不希望他们做的事情 同时也是为了保证 他们会去做那些政府希望他们做的事情 我认为科技企业 在现代的预定环境 会尽管自己和国家的目标 和尽管做更多 投资更多在研究科技和技术 这是一个自保护的方式 我们谈谈AI 我们谈谈自保护的车 我们谈谈自保护的软件 这些技术正是全球数字经济主导权之战的核心内容 中国的成就大小 或对世界其他地方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正在加强监管本国科技产业 希望施加更多控制 能够让政府有助于实现其内政目标 并提升在国际层面的竞争地位 这个理念听上去似乎非常直接了当 但对于北京政府这一举重的动机 以及如何付诸实施 人们观点不一 不过中国对其互联网科技领域加强管控的原因 以及采取这种管控方式的理由 这些都会在世界舞台上留下印记 尤其是欧洲的专家学者们提出警告称 当中国向世界各地输出其技术时 欧洲大陆可能被甩在身后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 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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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价值的问题 我们认为是 人们和社会 人们和人们的活动 确定是中国技术的选择 所以中国不只是赢得到所有的 因为我们失去继续 我们有所谓的历史 因为我们不太能力气 或计划 政府不太能够投入 在社会 这些都很美 但没有机会 并不再增加 这种情况是非常关注的 中国如何在国内推进其政治经济议程 这将决定它在国际层面 成为一个怎样的竞争者 以及贸易伙伴 其他国家不但必须思索 该如何在竞争中更上脚步 同时也要考虑 要如何定义这场竞争 而要实现这一战略 更好的理解中国 将是其中关键 以上就是我们DW德国之声 一看你就懂这期的节目 欢迎各位观众和读者 密切留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脸书 推特 以及网站上的相关报道 点赞订阅 虽然好 独立思考 价更高 德国之声 为自由决定 提供自由信息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